民進黨喊抗中保台 喊了震天尬想 然後什麼中共戒選搞一堆有的沒有的 那到現在你用反滲透把到底辦了什麼人出來 你就直接跟大家講吧 結果後來發現什麼 後來發現是民進黨炒作媒體很會 炒作話題很會 炒作抗中保台這個詞彙很會 那真正在處理的時候卻是軟趴趴 他們是不是想故意保留這個共諜案層出不窮的發生 然後呢到選舉季節的時候就會說 你看啊這是幫你們侯康啊做假民調啊 你看共諜那你們這個政黨是親中 一直拿來操作否則他怎麼不壯士斷碗 沒有嘛大家就想嘛 在2019年的時候不就鬧著一個最大的是 那個什麼王立強的案子吧 那後來如何了 不了了之啊 什麼相親夫婦也把人家關在台灣 只有兩種可能嘛 一個就是你搞烏龍嘛 一個是確有其事但民進黨辦案不立嘛 那不管是你烏龍還是你辦案不立 就顯示了民進黨執政無能嘛 這個就是結論了啦 不管你是搞烏龍還是你辦案不立 那最後的結論就是 現在這個執政黨根本就不及格 下台剛好而已 但我要說的事情是說 這個是我今天早上在記者會上面 我有一點點算是我自己情緒上面有一點動怒 我為什麼說我情緒上面動怒 是因為我還記得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 那時候在修國家機密保護法 我那時候是立主喔 把我們的國家機密洩密給中共 要加重處罰 要跟洩漏給一般外國做不一樣的處理 因為你洩漏給美國跟洩漏給中共 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危害根本不一樣嘛 對 但邱泰山當時的法務部部長邱泰山極力反對 他們心潮流動 那反對理由是什麼 從頭到尾 不是要抗中保台嗎 對啊 這個就是好笑的地方嘛 就是你平常在執政的時候 跟你說很重要的事情 該修法要修法 你該執法要執法 結果通通都沒有做嘛 然後等到選舉的時候 一直賣芒果的跟抗中保台 這個就是我看不起民進黨的地方 說一套做一套 抗中保台只是民進黨拿來當選舉的口號而已 今天這個賴清德跟他的組織 以前都敢跟他造反 後來這四年胡胡貼貼的 一句都不敢坑 連疫情兩年半中間 自己是醫生一句都不敢坑 那那個蔡英文很壓得住他 因為他在他 賴清德在蔡英文旁邊真的很乖 他們拍了一個宣傳影片 很多人說感動熱淚 我就不知道哪裡感動哪裡熱淚 好別人啦或許 在兩個人開車蔡英文駕駛 然後在旁邊一問一答一問一答在那邊聊天 好他寫在路中 如果賴清德已經不是賴清德了 台獨也不不台獨了 然後給你亂拗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格互不隸屬 他說這就是台獨 哇你在美國聽的好聽嗎 你原來還是要搞台獨 你說這就是台獨 你還是要搞嘛 那個頂多叫華獨不叫台獨 台獨是什麼 台獨是自信證明爭取國際認同 那叫台灣共和國 你亂打你每次拿台灣的全途決議文來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什麼時候讓你這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你已經造反有成了嗎 你自信證明成功了嗎 台獨已經台灣已經獨立沒有嘛 那你又不承認中華民國 你又不敢搞台獨 你到底是漢子還是鬧種 你只能選一個嘛 懸浮在空中 那你還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那我就不知道你從國大立委 一直到副總統 你對著中華民國憲法宣誓 你怎麼宣誓就任的 我真的是覺得 怎麼有人違心違到這種地步呢 那你現在怎麼選中華民國總統 你選上你怎麼當中華民國總統 我們的國軍 我們的三軍 他們是效忠中華民國憲法的 效忠中華民國的 結果你這個未來當了總統 你不承認這個中華民國 這麼拗來弄去的 對不對 更不用談憲法